第六季《奔跑吧》新女成员已加入安局《乐乐宝贝》惨称节目气疆。大合照被挤到角落,而她却站最中间。 《奔跑吧》多名熟悉成员全部下车,陆寒、王祖兰、陈赫,甚至是最主要的邓超都不再是固定班底这么大震仗换血引起轰动,观众大感失望。 如今元老机成员之盛夏里程、安局、乐乐宝贝和郑凯继续奔跑,让人不胜唏嘘。 剩下来的三个连同四个新成员——黄旭希、宋宇琦、朱雅文和王燕林日前期期出席记者会。 不过有迹象表示,连续参与六季的安局、乐乐宝贝即将失事。 前两天新阵容的跑男团集体亮相浙江卫视春推会现场,宣传新一季跑男。 结果成员的站位看起来有点微妙,引起了争议。 网友发现跑男这一季新加入的新人宋宇琦竟然站在了C位,而团宠Baby竟然被挤到了角落,成了陪陈。 而且大家发现这次的活动中,一开始成员上台打招呼时,Baby并没有跟着一起来。 有人就猜测是不是Baby不满站位,气得霸露,不过没过多久Baby很快跟了上来,说是卖坏了,然后站到了朱雅文旁边。 但现在新人刚刚加入就站了C位还是令人觉得奇怪。 不只是站位上宋宇琦成了焦点,她的资源也是尽头很足。 先是初回国就成为跑男另一场助女MC,然后又拿下了跑男官名商安慕希的广告合作。 从记者会官方排位来看,三位元老成员都让出中间位置站在旁边,让四位新人站在中心。 而站在最中间的就是新加入的韩国偶像团体可爱呆时类的中国集成员宋宇琦,反而本来节目中被捧在手掌心的安局,乐乐的毕则被安排站在最边边的位置,代表节目组已经是宋宇琦做被捧对象。 不少网民都对官方站位表示不满,其他前辈站边上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 不少网民都对官方站位表示不满,其他前辈站边上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碰在电视权里面approな一段时间的力量,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